作为江城光明中西医院妇科唯一,不,唯二的妇科医生,段浪对于自己所面临的处境十分不满。 明明自己拥有不俗的独家医学知识,有才华,却无法施展,然而,君子翻身十年,不,过一会儿,过一会儿就好了。 且看我们的大帅哥如何在医学江湖上独揽风骚吧。 欢迎收听,妇科专家。 切记点击订阅,并且点赞,打开小铃铛。 第373集 不过情绪发泄完,事情还是要做下去。 可是,这在上哪儿去找私人医生去啊? 网上,报纸上,所有可以打广告的地方。 她都去做过广告了,应聘的人倒是不少,可是和刘大小姐没说几句话,就被她那独特的教育下属的方式给彻底的吓跑了。 倒是有由于种种原因在这里暂时硬撑下来的,可是又由于不能让小姐的腿随时保持无痛无病,就倒了没了。 藤条轮在他们身上,给再多的钱,也弥补不了挨打给他们的小心灵造成的创伤啊。 所以,人来人往,这里的私人医生就跟个走马灯似的,轮换得非常快,快得到现在都青黄不接了。 天渐渐地暗了,男管家焦急地在别墅门前走来走去,走来走去,愁眉苦脸上哀声叹气。 到今天下午,整整两天了,这私人医生还是没找到。 奶奶的,不行就辞职吧,把这份薪水不要了。 有着一大家子人指着他要养的男管家,咬了咬牙。 对不起了妮儿,对不起儿子,还有老婆,我,是我无能,我干不了这份差事了我。 这男管家十分丧气地慢慢地蹲下身来。 这位大哥,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在男人的身后响起来。 蹲了个半蹲的男管家精神为之一震,随即就华丽丽地来了一个怪异的转身。 这男管家听到身后有人叫他,慢慢地转过身子。 不过依旧保持着刚才半蹲的姿势,因为太突然,所以来不及反应,让人看上去有一种特别的喜感。 是一个年轻的穿着普通的小伙子,这男管家不自然地轻咳了一声,直起身子。 咳咳,那个刚才是你叫我,你是来应聘的吧? 男管家的眼神里全是期盼。 段浪的心头一动,盲问, 大哥,你们这里正在招人? 对啊,我们这儿想要找个私人医生啊。 男管家回答道,当即明白过来,这人好像不是冲着职位来的呀。 段浪笑道, 哦,这样啊,不过我不是来应聘的,我是想过来问问,这里有没有出租的别墅? 我想租套房子。 男管家的脸色由原来的惊喜已经变得暗淡了,看来确实不是来应聘的,这大小姐马上就要找她要人了,到现在可怎么办呢? 那个,小兄弟啊,我多问你一句啊,你会不会治病行医啊? 这男管家有点病急乱投医的味道,断浪一浪? 啊,会点,哎呦,真的啊? 他太好了,这男管家听了一下变得异常的兴奋,整个人就满血复活了一半。 那,那啥,那你就留在我们这儿好了,还用租什么房子? 你要是做了我们大小姐的私人医生,可以免费住在这别墅里,不仅省钱,你还每月有钱赚,你是多好的事儿,对不? 这男管家是极力的怂恿,啊,这,这样也行啊,断浪现在有点犹豫不定了,哎呀,你还犹豫个啥劲啊你,就这么着了,这最圆满了。 这男管家的眼睛里冒着光,看得断浪都要认为,他这是发现金矿了,还是怎么的啊? 断浪的心里暗喜啊,这件事儿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功夫啊,自己本来还想着在这附近住下来,找个机会,慢慢地靠近这个刘大侠,可没想到上仓给了他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啊,那真是太他妈顺利了。 断浪跟在那个男管家的身后,开始向着别墅里走去,不过他也感到有点纳闷,看这个男管家这迫切的样子,这个私人医生有这么难找吗? 以至于他见一个就问人家会不会行医,什么时候这私人医生成了这么一个抢手的行业了? 边走边欣赏别墅的布局,大气,宽敞,有些辉煌的气势,这是进到别墅以来给断浪的最初的感觉。 进到客厅,男管家笑嘻嘻地招呼断浪在这儿等一下,然后向着楼下的一道紧闭的门走了过去,轻轻地敲击了两下。 大小姐,大小姐,私人医生给你找来了,你要不要现在见见呢? 没动静,男管家稍作犹豫又说了一遍,还是没动静。 可能是以为主人不在里面,这男管家犹豫着,轻轻地就推开了门,可没想到这门刚刚被推了个半开,就听到啪的一声脆响。 滚出去,谁都别来打扰我。 一个女人尖利的怒吼声传出来,还有不知道什么东西打在门上的声音。 哎哟,我去,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把断浪吓了一跳啊。 再看那个男管家已经吓得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,一只手捂住了自己的胸口,好像感到心跳已经过速了。 大哥,这啥动静啊这? 断浪惊问,这男管家一下子回过神来,急忙恢复了袁太。 啊,啊,没什么,没什么,看来今天呢,我们大小姐心情有点不好。 没关系,今天眼看着天就要黑了,你先在这住下,到明天早上,我再带你见他。 那,这样合适吗? 合适?有啥不合适的?住,可就住。 这男管家笑着说,顺利地进到刘大侠的别墅,还被热情似火的男管家,谦让着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呢。 断浪顿时就觉得,哎,这样的生活还真的不错呀,等自己年龄大些了,不想再折腾的时候,就可以过过这种世外逍遥的日子。 不过断浪除了高兴,还有点点的担心。 因为在和别墅里除了主人刘大侠之外的人见面的时候,他们在听到男管家的介绍,他将是下一任的私人医生时,大家脸上的神情就有点怪异。 同情,连绵,反正看上去挺复杂的,不过断浪心宽,他宁可理解为那是羡慕。 因为在和他们谈起这里的薪水的时候,私人医生的薪金无疑是他们中最高的。 所以,断浪在听到一个月还能赚这么多钱的时候,他更加坚定地认为,这是一个难得的最好的工作。 哎哟啊,真是苍天开眼呢,这断浪偷笑着都合不拢嘴了。 夜深了,断浪隐约听到了海水敲击岩石的声音,兴奋加上对未知的好奇,让毫无睡意的断浪从房间里走出来。 值班的两个男管家的下属,客气地为断浪打开了门。 前面的不远处就是一片沙滩,由于天色很黑,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,只是波浪的声音更加地清晰了。 迎着海风,断浪光着脚踩在沙滩向着海边走过去,哗哗哗地大浪淘沙的声响。 进了,又进了,断浪依然从黑暗中分辨出了起伏的海水,还有一个立在海边的黑影。 哎哟,我去,什么东西啊,断浪使劲地睁大眼睛。 我靠,人,好像是一个人,但是又有点不像,这造型有点怪啊。 好奇的断浪更加地走近了一些,发现哎哟,真是个人啊,而且看那个轮廓,这是一个女人。 不过是一个住着双拐的女人,面朝着大海站在那儿一动不动,身后还有闲置的轮椅。 这断浪一下子来了兴趣,深夜,拄着双拐的女人,海边,哎哟啊,这怎么想都是有故事的节奏啊,这。 断浪的脚步慢了下来,他在考虑要不要打扰这个站在海边,犹如雕塑一般的背影。 自己这样突然地走过去,会不会吓得一跳啊? 正乱想呢,断浪忽然发现,女人拄着双拐,慢慢地向着海里就走了过去。 一步,两步,这女人慢慢地走进了海水里,涌上来的海浪已经浸透了她的双脚和小腿,可是她却还有要深入下去的意思。 哎哟,这女的这是不想活了呀,断浪的脑子里忙地闪现了这个念头。 可不是吗?这大半夜好好的,一个身有残疾的女子,不是为了自杀她独自来海边她干嘛呀?闲的啊? 旧人一命盛造七级浮屠啊,断浪金光一闪,大喊了一声, 呆,给我站那儿,不许动! 深夜骤然的陌生男人的大喊,明显地惊吓到了专注于海水的,拄着双拐的女人。 也许是过于惊诧了,双拐一时没力稳,随着一个猎气,女人的身子在晃了几晃之后,终于慢慢地栽倒在了海水里。 这个时候的断浪已经飞快地跑过沙滩,急促地蹚着海水赶过来,一把就把女人用力地抱起来。 你是谁?你想干什么? 女人惊恐地声音发出来,断浪也顾不得理她了,只是用力地抱着她,转身向着沙滩上的轮椅寒山蹚过去。 女人在断浪的怀里极力地挣扎,举起手里的一根拐杖,就向着断浪的身子打过去。 这断浪的肩膀上明显地感觉到了疼痛,这女人怎么这么不通情力啊? 断浪咬牙,不过好在轮椅距离女子落水的地方并不远。 断浪忍着痛,将挣扎着的女子通的一声,就安放在了轮椅上。 不是,那你这人咋回事啊?好好的,你跳什么海啊你啊? 断浪一边用手揉搓着被打的肩膀,一边训斥那个女人。 女人没有做伤,但她的手上一阵摸索,好像是有一个轮的动作。 啪的一声响,一条黑眼就冲着断浪轮了过来。 我操不好,这断浪的心里喊了一声,身子急忙一歪,就想要躲闪。 可事情起得太突然,那个东西的速度又飞快,断浪只觉得脖子和肩膀处一阵剧痛啊。 哎呀,不是,你,你什么神经病啊你啊。 断浪疼得一个机灵,冲着那轮椅的女子就咆哮道。 我神经病,我看你才不正常。 大半夜的你跑这里来,你想干什么?你是不是想图谋不轨? 啥完了,啥,啥完了? 这断浪的眼珠子几乎都要瞪出来。 不过这大深夜的,对方好像看不清楚。 我骚扰你,我他妈吃错药了我,我是看你跳海,我想救你,你还想歪了你,你有没有点做人的良心?有没有,有没有? 这女人顿住了,沉寂了一会儿,没说话。 我没有想要跳海,也用不着,你狗拿耗子都管闲事。 断浪这时候是觉得自己脖子上,身上,总之被抽的地方是火辣辣的疼啊。 我多管闲事,我现在我他妈也觉得我不该管这烂事,我告诉你啊,你现在你想跳你就跳去,没人拦着你,我也不再救你了,我这好心算是他妈被人当着驴肝肺了,我不管了我。 说完这话,断浪气呼呼的转身离开,一边走还一边骂骂咧咧的。 我看谁吸得管你,你爱死不活,你关我屁事儿,好心的还换了一顿愁,我他妈算倒霉了我。 走了十几步之后,断浪转身偷眼看去,那个轮椅的女人依然对着大海,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。 哎,你妹的,还不走,别是还想死吧,断浪有些犹豫的站住了。 这,妈想死就赶紧死去,管我什么事儿,脾气这么臭,活着也是祸啊。 断浪嘟嘟囊囊的,在原地转了个圈之后,还是不由自主地折回了身儿。 哼,要不是我善良,我才懒得管你是死是活呢,女变态,女法西斯。 哎,内长,你家在哪儿啊,我送你回去。 哎呀,断浪这次学乖了,站在离着女人足够远的距离,她怕这个女神经病再给她来一下,那她可就真亏大发了。 不用你管,你少在这里打扰我。 女人的声音冷冷的,没有丝毫的温度。 断浪朝着天翻了翻眼睛,看来还是想不开啊。 呃,那啥啊,我说你,你能不能想开点,这生活吧,其实…… 闭嘴,告诉你了,别来打扰我。 女人转头冲着她大声地嚷道。 哎,不是,我不是想打扰你啊,是你身上的衣服都湿了,你不回去换换去吗? 断浪极力地劝说着她回家,可是看那女人的样子好像无动于衷,依旧坐在轮椅上,朝着大海一动不动。 第374集 断浪这下可不敢走了呀,说不定自己这一走,这女人又要跳海,本来看不见也没什么,可是遇到这种事了,自己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寻死啊。 女人不再搭理断浪,断浪又不敢强行带她远离海边,就这样对峙下来,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。 哗哗哗的海浪声,凉凉的海风,都欣赏了个够之后,坐在女人不远处的断浪,逐渐地感到两个眼皮在一个劲地打架了。 再转头看着不远处的女人,还是保持那个姿势,几乎就没动过。 强行地支撑了一会儿,断浪终于还是没能抵抗住睡神,不知什么时候,身子一歪,她就沉睡了过去。 歪在沙滩上睡得迷迷糊糊的断浪,忽然地感觉到被什么东西戳了又戳。 哎呀,干嘛呀,还让不让人睡觉呢,你上一边去。 断浪迷迷糊糊地埋怨了一声,翻了个身,她想继续睡。 再不起来,我可又要抽你了啊。 女人霸气的声音,断浪被这话一下子吓得轻小一半,挨抽,不行,太他妈疼了。 一个翻滚,断浪从沙滩上坐起来,看到那个轮椅女已经移动到了自己的跟前了。 断浪没好气地看着她。 哎呦,原来你没去跳海啊,我还以为你趁着我睡着的时候,烟消欲允了呢。 哎呀,咋没死呢,你说这怪可惜的。 我看是你不想活了吧,臭话这么多。 女人气呼呼地回了她一句。 来,推着轮椅,送我回去。 这女人的口吻俨然就是命令了。 啊,我?要我推你? 不是你打我还有功了是吧? 我还要帮你推轮椅? 你还是怎么来的怎么回去得了呗。 断浪不愤地扭了头,看她这个态度,女人手里又是一阵的摩缩。 这下断浪有了警觉了,飞快地翻身站起来,接连后退了好几步啊。 哎,你又想干啥你? 你乖乖地推我回去,我就不干啥。 女人抬脸看着她说,断浪就愁愁了。 那个,你那啥,你把手里拿那玩意给我收起来,我就送你回去。 女人倒是没有犹豫,缓缓地把东西放在了轮椅的侧袋里。 赶紧的呀,磨蹭什么? 女人冲着断浪大喊道,那声音那格调,儼然就是把断浪当成了自己的奴隶一般对待。 断浪本想着驳斥她几句,想想还是算了吧。 这眼看着天都快亮了,还是稀释宁人,赶紧送她回去。 要不然呢,她再神经兮兮地改了主意,想再次地寻死逆活,那事情更麻烦。 哎,你家住哪儿啊?往哪边走啊? 断浪一边推着轮椅,一边问坐在上边的女人。 你要往哪儿走,我就往哪儿走。 啊?断浪打了个愣,随即恍然大悟。 你是刘大侠? 这一下她反应过来了,可不是吗? 刘大侠的别墅离这片海域最近,她又是一个双腿不变的女人。 断浪就有点懊恼,自己早就该想到这女人就是她呀。 你以为我是谁? 她很是不屑地说,这一下儿,断浪的心情瞬间就低落了。 这个刘大侠原来脾气这么臭啊,动不动就打人,那以后自己岂不是要像今天这样,不知道为了什么就被教训了? 想到这里,断浪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呢。 不是,你咋知道我也住这儿的? 断浪好奇地问他,刘大侠撇了撇嘴。 这个地方的人和海,我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。 你一个陌生人深夜突然出现在这里,我能不忘我今天刚招到的私人医生身上想吗? 别废话了,快点推,我急着回去睡觉。 天亮了,太阳高高地升上了半宫,深度睡眠的断浪被一阵敲门声唤醒。 小段,小段,醒了没有?我们大小姐要见你,你快点收拾收拾。 是男管家的声音。 哦,知道了,马上。 断浪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。 刘大侠睡得并不比断浪早,由于睡眠一直很浅,所以他比断浪起得早了一些。 在保姆的伺候之下,吃过了早饭。 细想起昨晚的事儿,不仅有些好笑啊。 这个幼稚鬼,竟然以为自己要寻死,自己可不是那些蜀木寸光的人。 他早就把生活当成了探险, 虽然有时候确实郁闷难耐,就比如昨晚。 但是倔强好强的他,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软弱到会去自我了断的。 这个心道的小医生还真是挺有意思的。 刘大侠想。 管家,到底怎么回事儿,那个新来的医生怎么还没过来,难道还需要我亲自去请? 大小姐的声音里已经透出了对断浪磨蹭的不满了。 管家一听知道事情不妙,这祖宗要发脾气了。 他这个好不容易拖来的私人医生还不马上就被吓跑了呀。 那个,大小姐,你沉住气,我这就去看看。 男管家答应了一声,一溜小跑的来到了断浪睡着的门前。 这个小段昨天深夜和大小姐一起回来这件事儿,管家已经听值班的人说了。 他本来还觉得挺高兴的,以为这个年轻人的第一关应该很顺利了。 没想到今早这大小姐第一件事儿就是要见的,而且还开始有点不耐烦了。 那个,小段啊,你起来了没有啊?大小姐在等着你呢? 这男管家的声音很温柔。 哦,起来了。 随着一声答应,支的一声门开了。 一个脸色暗淡,浮肿着眼泡,一头卷发蓬乱着的男人,半睁着眼,出现在了男管家的面前。 这男管家当时就呆住了,哎哟去,这形象。 咱们走吧。 断浪倒是不含糊,首先迈步向着一楼走去。 呃,你,你,你,我不是说要你收拾收拾吗? 这男管家干笑着说,把这小伙子这副样子,别说挑剔的大小姐,自己都有点看不上眼了。 我说啥呀?我这样不挺好的吗? 再说了,你不说你们大小姐已经在等了吗?那我还是快点,是不是? 断浪一边说着,一边加快了步子,只剩下男管家哭笑不得地站在他的身后。 楼下的客厅里,有五六个人已经站在那儿了,都是别墅的员工,已经从轮椅转移到柔软的沙发上的大小姐,一边喝着蜜水,一边听着众人的汇报。 大小姐,今天中午您要吃些什么?既定的菜品有没有要改动的? 负责生活的阿姨,窃窃地问道。 不用,按照菜谱做就行,不过汤要熬得再浓一点,多用些时间。 哎,好的,大小姐。 大小姐,沙滩车的轱辱坏了,今天上午我需要去市里买零件。 没问题,钱从会计处支出,让管家给你派车。 好的,大小姐。 断浪和男管家这时候从楼梯上下来,站在厅里的众人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新来乍到的断浪。 神情都有些不自然,这小伙子胆太大了,就这副形象也敢出现在这儿? 他也许不知道咱们大小姐可是再三地强调,在这里工作首要的一点就是注重自己的仪表。 等断浪走得更近了一些,大家看断浪的眼光更加的复杂了。 因为他们看到断浪的脖子上,一夜之间多了一条红色的血印,一看就是鞭子之类的抽的。 哎哟,乖乖,这昨天刚来,一夜之间就已经加法伺候上了。 哎哟,真是可怜啊,这小伙子,我悲催了。 断浪这时候的状态已经从迷迷糊糊之中清醒过来,扫视了一眼站在这里的众人之后,站在了大小姐的跟前。 你找我呀,大厅里是一阵的安静,大家眼巴巴地看着大小姐,看她到底有什么反应。 端坐在沙发上的大小姐,目光在面前这个年轻男人身上,盘旋了好久。 弄得站在断浪身边的男管家,都是一阵阵的头皮发麻。 沉默意味着风暴前的宁静,一定是大小姐对面前的这个人不满意了,自己接下来又得去找新人了。 原来你这副鬼样。 大小姐从鼻子里哼出了一句,紧接着皱起了眉头,已经很明显地展示了对这个人的不满了。 站在一边的人都替断浪捏了一把汗。 我就这样啊,你不是昨晚上见过了吗? 断浪不卑不亢地说。 昨晚?是昨夜吧?天黑我没看清楚。 我和你距离那么近,你能看不清?你骗谁呢你? 这大小姐的脸沉下来。 我只顾着挣扎了,我哪有心思看你这张破脸。 再说,昨晚看你,可比现在有人模样多了。 这男管家和众人听了都是面面相去啊。 昨晚上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了这是? 断浪一听,不傻意思啊? 哦,是说我现在没有人模样是吧? 那行吧,既然你招聘私人医生,注重的不是医术而是人的外貌,那我就不耽误你再找美男子进来了。 我走了。 断浪说完,转身就要走,被站在旁边的男管家一把就拉住了。 哎,你等等等等,你先别走啊。 我说大哥,你们这讲究的实在太怪了,你找个医生看相貌,你这一言不合吧就挨抽,你这都是些什么讲究啊? 算了算了,我可不在这儿受这种罪了,我还是找个地方租住去吧我。 说着断浪一边假意地挣脱,男管家好容易找来的人当然不愿意放走啊,一拉一拽,这两个人就纠缠在一块了。 正在这个时候,突然两个人的身后各自发出了两声脆响来。 始料未及的两人都吃惊地住了手,扭头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。 大小姐稳坐在沙发上,面沉似水,手里提着一根藤条,正怒气冲冲地瞪着断浪的。 断浪没看她,而是把目光放在了她手里的东西上。 这,这就是你昨晚上对我施暴用的鞭子,你这女人你够狠的呀你。 众人看了看断浪脖子上那条明显的伤痕,都不由自主地点头,确实打得挺狠的。 这大小姐皱着眉头,看着面前的这个男人。 叫混什么,大是亲骂是爱。 既然你受了我的打,那你就不用走了,留下好好的照顾我吧。 啥了?还有这逻辑啊? 等会儿,你要留下我,你刚才不说你。 刚才是刚才,现在是现在,哪有那么多的废话。 现在让管家领着你去你工作室看看,尽快进入工作状态,我的身子还难受着呢。 是是是,我们这就去。 这男管家,仿佛是囚徒突然被特赦了一般,兴奋地过来拉住断浪的胳膊,向着一楼的一个门口走去。 断浪还是有些不甘心,自己挨了打,遭了万般的嫌弃,让谁谁心里也不舒服啊。 可是背不住这男管家用上了吃奶的力气,极力地拉着断浪就离开了客厅。 大小姐的每天例行的小陈会开完之后,就让司机带她离开了别墅。 几个暂时闲下来的人,厨师小江,庄管花谱的老张,还有保姆纷纷地凑来断浪的小医药室了。 小伙子,不容易啊,能做大小姐的私人医生,够胆。 厨师小江胖胖的脸上异味深长。 嘻,瞎他们说啥呀,做大小姐的医生挺好的,这薪水多还不用总干活,不知道比你强多少呢。 男管家急忙地说,是挺多的,挨抽的机会也多呀。 这小江翻着白眼说,断浪听了身子已凉,不是,啥意思啊,挨打这种事还是家常便饭呢。 可不是,要不然咱们这里的私人医生,要不总换呢,都是受不来打才走的。 保姆插话道,看到断浪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,管家一下子就急眼了,这是要拆台呀。 不是,这没活了吗,闲的还是怎么着,都为事干啥呀,干活去干活去。 我可告诉你们,你们谁的活要是干不好,你看我怎么让大小姐罚你们。 众人听了撇下了几句不服不愤的话之后,还是乖乖地各自忙去了。 哼,这些个人,唯恐天下不乱。 管家气气地哼了一句,看到断浪呆了神,愣愣地在想着,便急忙地劝慰。 你,你别往心里去啊,其实大小姐也不是什么恶人,她就是脾气坏了点,平时对下属还是挺好的。 断浪哭着脸,我说大哥,你和我说实话,以前那些医生是不是总挨愁啊,我怎么觉得这么不靠谱呢? 这个呢,我整个人不会说瞎话啊,主要是大小姐也不让我们说瞎话蒙人。 以前那些个医生啊,确实挨了不少鞭子,可都是因为他们对大小姐的身体没照顾好啊,经常地到处胀痛。 大小姐一疼不舒服,那当然要问责她的医生了,这,这都情有可原的,对不对? 听了这话,断浪一下子明白了,看来这个大小姐一感觉到不舒服,她就收拾人呢。